伊斯兰党再次将赌博课题搬上台面 一党彭河州领委会今天宣称 如果在来届选举中成功执政彭河州 将关闭所有对社会有害的产业 包括了赌博业以及云顶赌场 一党彭河州领委会主席罗斯里坦诚 关闭赌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赌场的执照由财政部管辖 除非伊斯兰党能够入住不成 否则局面难以改变 与此同时 一党彭河州领委会的副主席安丹苏拉强调 除了伊斯兰 其他的宗教如佛教也反对赌博 那本来说了 这就是贯主席安丹苏拉强调 所以我们必须拒绝 但是我们必须拒绝 如果我们没有拒绝 如果我们没有拒绝 我们就不能拒绝 所以如果我们要拒绝 不喜欢拒绝 选拒 针对彭亨一党领袖的言论 行动党彭亨州主席李正贤 就表示震惊 他认为 这个禁度声明 除了严重影响外资 对我国的信任 也侵犯非穆斯林的权益 李正贤指出 云岭高原是我国著名的旅游圣地 结局今年三月 已经吸引了1724924名 国内外游客到访 比去年同期增长15.17% 云岭高原不只是娱乐场所 更是彭亨州重要的旅游收入来源 李正贤批评一党 试图通过建筑 来满足自身的利益 分裂国民 并且挑戏种族矛盾 他警告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 恐怕将会加剧族群分裂 我们判断了 好